阿根廷生死战 一共吸引了88,966名球迷进场观战 创造近28年男足世界杯的上座人数记录 能在下半场亲眼见证梅西梦幻表演 对于这8万多名球迷来说也算是值回票价了 根据官方介绍 卢塞尔球场容纳量也是88,966人 如果统计数据没错的话 那阿根廷这一场生死战真正做到了座无虚席 100%的上座率 据统计 上一次世界杯男足的比赛 上座人数超过88,966人的 还要追溯到1994年世界杯决赛 当时一共有94,194名球迷 在洛杉矶的玫瑰丸体育场 观战巴西和意大利的巅峰对决 在世界杯开赛前 34岁的梅西就已经表示过 这将会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 原本阿根廷被视为本届世界杯 第二大争冠热门的 但因为在首轮被沙特爆冷击败后 别说夺冠了 出现都成问题 如果本轮输给墨西哥 阿根廷就直接出局了 而梅西也正式宣告 此生无缘大利神杯了 在捷径中 梅西用一记贴地斩拯救了阿根廷 别说现场的球迷有多激动了 连见惯场面的阿根廷助教艾玛尔 也突然情绪失控 无脸哭了 艾玛尔是梅西的偶像 这个夜晚梅西把自己的偶像打哭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